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见证中 乔始终与党同心同行 广东自古乃中国海上贸易 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 是全国最大的桥乡 越籍桥胞以勤劳智慧诚信的优秀品格 为驻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赢得驻在国人民的尊重和友谊 同时他们始终情细故土 胸怀赤子之心 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 他们始终是见证者 参与者和贡献者 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杨袍安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从日本求学回国后 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近十万字的文章 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是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 广东攀语及龟桥显星海的音乐作品 在抗战时期广为传场 成为唤醒民族觉醒意识的号家 祖籍汕头的泰国华人谢国民 在深圳创办政大康帝国际集团 成为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 祖籍攀移的香港商人霍英东 与广东省政府投资合作兴建的白天鹅宾馆 是全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行设计 施工管理的五星级酒店 中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 太平手带厂落户东莞 之后领带大王曾献子 积极实践三来一补企业贸易新形式 携带金利莱品牌回家乡广东投资设厂 著名银行家庄世平先生 以自身的影响力带动朝级华侨和港澳同胞 捐助家乡文教事业和福利事业 他将毕生创办的南洋商业银行 与澳门南通银行无偿捐给国家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院士 是中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团队的核心成员周荣教授小组 开展了愿感防控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持续科技攻关 布医院士卢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 提出了水稻特异氢核基因的概念 以及应用特异氢核基因克服先氢亚种兼不育性的设想 被业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道杂种不育性和氢核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 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带着技术和资本回国创业的颜军扎根珠海 组建研发团队 研发出国内第一块基于Spark V8处理器架构的嵌入式S698芯片 80后海归创业者袁玉宇 回家乡广州 创办了国内率先利用生物3D打印技术 开发植入医疗器械的高新技术企业 以申请国内外专利逾300项 推动了中国生物3D技术在更多领域的推广应用 还有更多的新桥 怀揣梦想 归国施展报复 紧抓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 助力创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